全世界都在關心的議題 在我們的留言區全部都在吵架 然後罵DK 然後互相指控敵基督的新冠肺炎 根據最新的觀點 關學校 關商店 全球鎖國 一直以來都是左派跟自由派他們反對的事情 其實他們一開始就提倡把學校打開 不要線上上課 而且認為老師跟學生面對面上課 才可以達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我覺得有很多人在公共的健康社區 在公共的教育中議題 是安全、實際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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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觀點 但我認為沒有問題 很多人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都認為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是非常重要的 讓孩子有在公共的教育 而且要投資 我當然是在外面投資 學生的技術 當然啊很明顯 雖然並不是一言堂 但是我們一開始這些專家教授 就是不斷的提倡 不要封鎖學校 學校要好好的去上學 學生就是要好好的去學校上課 一開始就這樣子啊 從頭到尾都這樣子啊 我們的觀點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啊 剛剛那個是 Joe Biden的新冠肺炎的應對小組的頭 感到很困惑對不對 我也是 因為以下是過去這兩年 民主黨一直在說的東西 Go ask Florida and Texas and Arizona How well that worked On schools What does he say? Reopen the schools Just open them up Don't worry Yeah He was wrong on the economic reopening He's wrong on the schools reopening I know You know from everything that we read as parents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m learning wise To be able to be in a classroom with a teacher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safe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t's safe for the kids And I don't trust that it's safe for the teachers and the staff either So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get the virus better under control Here in Texas at least Before we allow schools to fully reopen That's how I feel as a parent It's also how I feel as a policymaker Forcing education students back into a classroom In areas where the infection rate is going up Or remaining very high It's just plain dangerous You know it has to start by getting cases down in our communities That's step one It means wearing a mask Following social distance guidelines Ensuring effective testing and tracing 這個態度的改變有點太明顯了 篡改歷史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因為我們人其實都是金魚腦 我們非常的健忘 所以這些政治人物說謊的時候 很多時候不會覺得自己被騙了 因為很多人真的就是 認為自己是第一次聽到的一樣 聖經上面 猶太人被神拯救一次就墮落一次 拯救幾次就墮落幾次 光是這個就可以證明了 進化論是假的 因為如果沒有神的話 我們就會跟以前的人一樣 愚蠢固執 不斷的犯同樣的錯誤 當然選舉就是下個星期 所以這個騙了我們兩年的病毒 絕對會再度回來 幫助創造他們的左派 現在每個人都被告知 疫情已經都結束了 除了中國大陸還在動態清零 然後台灣還在希望自己被動態清理以外 全世界幾乎沒有國家在害怕COVID-19 民主黨自己也出來裝沒事 推翻自己之前的政策的時候 Joe Biden出來說話了 他說疫情還沒有結束 COVID-19再度席捐美國 在我們主耶穌誕生的2022年 我們要認知現在還是全球緊急狀態 有些朋友在公司說 我們不需要COVID-19 或是他們說 有真正的理由 政府應該要付錢 我非常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這是一個全球健康危機 如果我們真的想把COVID-19 我們必須要維持戰鬥 所以現在 Joe Biden又在這邊說 COVID-19又是全球緊急狀態了 我們要合一 要同心協力 然後 就在一個月前而已 我才剛報導過 Joe Biden說 疫情已經結束了 世界和平 自由了 美國政府的第一次 DETROYT AUTO SHOW 在三年 對 對 疫情已經結束了嗎 疫情已經結束了 疫情已經結束了 我們仍然有很多問題 但是疫情已經結束了 如果大家看到 沒有人在穿上衣服 大家都看得到很好的形狀 所以我認為它改變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 沒錯 沒人再戴口罩了 大家都很健康 但是現在新冠肺炎還是一個全球危機 我們還是要花一堆錢 給民主黨的政策 還有把權力都交給民主黨才可以 絕大多數的人沒有被騙 絕大多數的人一開始就知道 OK 不是絕大多數的人 是有看這個節目的絕大多數的人 一開始就知道新冠肺炎是什麼 新冠肺炎不是一個疫情 不是一個危機 新冠肺炎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延伸出來那些東西什麼 關這個 關那個 疫苗 政策 郵寄選票 全部都是使用一個 人造危機 讓人民自願的放棄自己的權利 跟自由的政治操作 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疫情的情況 每個月都在改變 每天都在改變 甚至每個小時都在改變 這個月 我們國家好棒 全世界只有台灣 封鎖病毒最成功 下個月 哎呀 病毒侵入 但是 全世界看好了 全台灣空城 抗疫模式 全台灣只做一次 下個月 哎呀 抗疫失敗 怎麼會這個樣子 陳時中下台 這就是愛台灣 疫情期間 大家都不能出門 不要上班 不要上學 但是出去外面抗疫就沒事 反送中沒事 BOM沒事 在中環對著警察丟汽油彈 就不會得新冠肺炎了 全世界每個政府 都在利用這個病毒 所以 Joe Biden 在這邊對於 COVID-19的方針 一直在改變 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 不是這個病毒變異了 怎樣怎樣 而是 是同一個病毒 會隨著左派的政府的方向來改變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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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